欢迎回来再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 据美国CNN报道 在沙特记者卡书基遇害一周年前夕 沙特王储穆罕默德萨勒曼就此事公开发表态度 否认他曾经下令杀害沙特记者卡书基 但他也表示作为沙特的领导人 他对此事应负全责 然而经过近一年的调查和等待 至今一些真相仍扑朔迷离 沙乌地阿拉伯王储萨勒曼接受美国CBS节目专访时 被问到是否下令杀害卡书基 他回答绝对没有 那是令人发指的罪行 但是身为沙乌地领导人 我承担完全责任 尤其因为那是替沙乌地政府工作的人所犯下的罪 这是萨勒曼首度针对卡书基案接受电视访问 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卡书基 于2018年10月2日前往沙乌地驻土耳其伊斯坦堡总领馆 领取再婚所需的证明文件 根据多份报告 他在总领事馆内遭沙乌地特工杀害并肢解 遗体至今仍下落不明 萨勒曼说这是个错误 我必须采取所有行动避免未来重蹈这样的罪过 卡书基的土耳其未婚妻成吉兹上周形容 萨勒曼的说法纯粹是在玩弄政治手段 成吉兹说强调事情在他主政之下发生 他向全世界传达自己比沙乌地阿拉伯国王的影响力更大 是国家真正的老大 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西方国家政府曾表示 他们认为萨勒曼下令杀害卡书基 不过沙乌地官员一再表示 王储与本案毫无关联 沙乌地提出诸多自相矛盾的说法后 终于在卡书基遇汉18天后 坦诚他已在总领馆内遇害 沙乌地官员提出本来只打算将他带回国的说法 并将命案归咎于自作主张的行动 不过对于遗体所在迄今不漏口风 沙乌地检察官说 时任情报机构副首长的阿西里 下令将卡书基遣返回国 后因将他缔结反国的协商没成功 而下令予以杀害 卡书基曾是沙乌地王室圈消息灵通人士 后来批评王室不假辞色 在被问到这起谋杀案 怎么会在王储不知情的情况下发生时 萨勒曼告诉节目 有些人认为我应该知道 为沙乌地政府工作的300万人 每天在做些什么 300万人把每日报告呈给领袖 或沙乌地政府二号人物 那是不可能的事 王储两名亲信遭控策划这起谋杀案 并因此遭革职 穆罕默德沙尔曼被问到 怎么会不知道与他亲近人士犯下本案时 他强调本案正在调查中 只要对某人的指控证实确凿 不管位阶有多高 都会送交法庭 绝无例外 主持人问 当您听闻任职政府的亲信 犯下如此可怕谋杀 而且美国政府认为是您下令的 您做何感想 萨勒曼回答 我认为你说的并不正确 美国政府并未就此做出任何正式宣布 没有明确信息或证据显示 有任何亲近我的人做了那种事 他们已被起诉 而且正在调查中 他强调 我们所受的痛是你无法想象的 尤其是沙乌地政府 因为北岸这种犯罪而蒙受了痛 汉天卫视强强编译报道 再来看其他方面的消息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 SpaceX公司的CEO马斯克 宣布推出其新一代宇宙飞船 名为星船 他宣称 该宇宙飞船 旨在将机主人员和货物 运送到月球 火星或太阳系 任何其他星球后 能够飞回垂直降落在地球上 最快将在未来6个月 开始载轨测试 太空探险公司SpaceX创始人 兼首席执行官马斯克 日前在德克萨斯州南端附近的SpaceX发射场直播讲话中表示 预计该公司的新船将在一个或两个月内首次试飞 升至6万5千英尺高处 然后再返回地球 马斯克说 航天器的可重复使用性 是太空旅行可行性至关重要的一点 一步步将目光放远于我们的星球之外也很重要 在过去几个月中 SpaceX测试通过了一个名为星虫的原型火箭 该原型机只有一个发动机 进行了几次低空试飞 新船使太空飞行更类似商业航空旅行 自从马斯克几年前正式宣布该计划以来 星船的设计和命名经历了多次变化 星际飞船的建造与SpaceX的猎鹰9火箭类似 将置于超级重型助推器顶部 超级重型助推器是该公司要制造的下一个硬件 尽管多年来星际飞船的设计和名声发生过变化 但火箭的目标一直没变 使用可多次发射和着陆的火箭 一次将多达100人发射到深空 目前SpaceX猎鹰9和猎鹰重火箭 可实行部分重复使用 但星际飞船将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 可全部重复使用 这有助于降低火箭每次发射的成本 SpaceX重复使用火箭的目标 是使太空飞行更接近于商业航空旅行 在两次飞行之间只需要加油和进行少量维护即可 身穿不透缸衣的星际飞船本身高达50米 马斯克介绍说 SpaceX之所以选择不锈钢作为火箭的外层材料 除其他原因外 还因为它比复合材料更轻 且可以承受更高温度 马斯克表示 这个星际飞船在没有任何燃料的情况下 重约200吨 一旦装买燃料 重量将近1400吨 整个火箭的重量都堆积在超级重型顶部 一旦完成 重达5000吨左右 根据马斯克的说法 星际飞船有6条腿 在火箭底部每个大旗下面各有一条 马斯克说 当火箭以高超音速行进时 这些旗片会产生生力 以助火箭重新进入地球大气层 马斯克还表示 星际飞船顶部有大量硬件 其中包括特斯拉公司的电池 他说 这是在飞行过程中火箭旗移动迫切的巨大需求 星际飞船的三个猛禽引擎安装在火箭底部 这些引擎发动机在该公司位于加利福尼亚州霍索恩的总部制造 并在德克萨斯州迈格雷格的工厂进行了测试 此外 SpaceX还计划在另一个地方进行发射 该公司正在弗罗里达的工厂建造第二艘星际飞船 尽管星际飞船的最终目标是火星 但该公司创始人曾表示 新火箭也将有助于在月球上建立基地 马斯克说 去火星之前 我们可能会在月球上建立基地 这些计划渴望最终符合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的目标 即在2024年前将旗下一个载人着陆器送到月球 NASA局长布莱登斯汀于2月份告诉CNBC说 NASA的登月计划也可能是公司合营 这意味着政府机构将与SpaceX等公司合作 以实现这一目标 汉天卫视强强编译报道 再来看娱乐方面的消息 据北美最新电影市场数据 37部影片周末票房报收约9141万美元 环比下跌25.9% 以中国为故事背景的动画片雪人奇缘 开化表现不俗 不仅力夺最新一期北美周末票房排行榜头名 还创下2019年迄今原创动画电影最佳首映票房成绩 由福克斯电影公司发行的科幻片星际探索 此周末再收1000亿万美元 下滑至周末榜第五 累计票房已达3550亿万美元 而由华纳发行的恐怖片《小丑回魂2》 周末三天再收票房1040万美元 仍排在周末榜第四 影片周末近跌不到四成 累计票房已超1.9亿美元 由SDX发行的喜剧新片《舞女大盗》 周末再收1147万美元 回升至周末票房第三 影片周末跌幅缩小至三成左右 累计票房已破8000万美元 焦点发行的电影版《唐顿庄园》 此周加管至近3400家影院上映 周末三天再收1450万美元 让出了周末冠军宝座 影片比开化周末下跌无成出头 上映两周累计票房已达5850万美元 环球发行的动画新片《雪人奇缘》 首周在4200多家影院开化 开化三天进涨2085万美元 轻松击败《唐顿庄园》等老片 《问鼎北美周末票房榜》 影片也成为环球影业 今年第七部登顶周末榜首的作品 环球也超过迪士尼影业 成为拥有周末冠军影片数 不计连贯最多的公司 韩天卫视 陈阳编译报道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以上就是今天的韩天新闻 我是赵子彤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